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撑着 你撑得住吗 我这也是为了铁生好 他不是一直想弄清楚董太师跟郑宽到底什么关系吗 动机是好 可是我怕你弄巧成拙 你怎么老给我泄气 快走吧 走 走 请 你们现在这稍后郑大夫正在处理一名患者 这房里的东西可千万别动 是 不会不会 这正宽养了不少小动物 童心未敏 咕咕咕 《青囊经捕术》 传说《青囊经》是一部集结仙人智慧 百年难得一见的医学宝典 古术 这什么意思啊 你看 不是叫你别乱动东西吗 没礼包啊 你们两位来找我 有何指教啊 有何指教啊 有道是 无事 一日不登三宝殿 强龙不牙地头蛇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登了三宝殿 必然是有事啊 郑大夫 我来是为了董太师的事 董太师 你们该不会是董太师请来做说客的吧 神了 真神了 您不光能看病啊 您还能看到我的心眼里去 哎 我刚一张嘴说话 你就知道我干嘛来了 郝大人明知不可为 可又惧怕董太师的视力 要你这做娘的带围出面 登上门来 想赶我离开竹山县 我说的没错吧 郑大夫 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打算赶您出竹山县 杭大人他也没有这个权力 也不会这么做 那他想干什么 郑大夫啊 您跟董太师是不是有仇啊 您跟他过去认识吗 您跟董太师的女儿御凤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您今天到了城门口躲在人群里不肯出来啊 好啊 原来你对我的行踪是了弱执掌 你在跟踪我 跟踪您的人绝对不是我 不过不管是谁 一定没有恶意 我说宽哥 大家随便聊聊嘛 您跟董家的父女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您总得跟我们讲讲啊 这不管你的事 您 您既然非不肯说呢 那我倒也不勉强 不过我们这次来可不是要轰离走 我们是想请你到董府去一趟 给董太师的女儿御凤看病 怎么 御凤他病了 而且不轻 他得的是心脏方面的病 我替他把过脉 而且我听董太师说 他这个病是多年的肃脊 这次回竹山又复发 要我替育复治病 这倒不是为我接近董家的机会 陆师爷既通玄黄之处 就应该知道 这心病可是极为难治的 所以才要请您这位神医嘛 不过您要是实在见死不救的话 这医者父母心 病患有需要 我当然是愿意尽力 可是就不知道 董太师他愿不愿意 只要您肯去 他当然愿意了 我负责安排 这是救人又不是什么坏事 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好 咱们这一口 感觉好点没有 好点了那就跟爹回去 干嘛那么着急 这是人家杭大人的房间 你也不能老是站着 就因为是他的房间 所以我才 才怎么样 才依依不舍是不是 小爹爹 好了 你听我说 人家杭大人年轻有为 咱们高攀不起 什么高攀不高攀 你说什么 你别跟我装傻 少女情怀总是诗 可是人家杭大人未必看得懂你这首诗 什么诗我看不懂 说来我听听 杭大人回来了 喜鹊 你脸红成这样是不是发烧了 天哪 没想到他这么关心我 杭大人 谢谢您的关心 喜鹊已经没什么事了 没有 我头还在晕 小爹爹 我现在不能跟你回去 我还要再躺一会儿 行了行了 别再跟我闹了 赶快下床跟我回家 不要 喜鹊 我看你的病情不太乐观吧 对啊 你现在赶我走 会害死我的 那我赶快找燕青帮你看看 陆师爷 是啊 陆师爷是个针灸的高手 等他拿针灸帮你全身每个地方都扎遍了 保证你立刻生龙活虎啊 我不要 那岂不是全身都给看光了 怕什么 咱们在大夫面前可是一定要坦白 这样才能知道病情 对症下药啊 骗你的 我先好 喜鹊 听爹的话 穿鞋跟爹回家 快点 来穿鞋吧喜鹊 你赶快回去 我真的很忙 我没时间照顾你们 我是病人呢 你就好意思赶我走啊 有你爹好好照顾你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穿鞋回去吧 好 算我自作多情 喜鹊 没事回家了 喜 杭大人 银香姑娘 我走了 唉 这丫头啊 心眼真多 花样年华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啊 我猜啊 她是喜欢上你了 哼 你别乱猜 这怎么可能啊 唉呀 我们竹山县的县令 原来不但长得年轻 还是大中情人呢 嗨 没的事 你别再瞎说 有也无妨啊 反正男未婚女未嫁嘛 唉 在我眼里啊 那个喜鹊我只把它当成妹妹而已 我是不可能跟她有任何感情上的问题的 嗯 更何况 何况 何况什么 何况 我已经心有所属啦 哦 我知道了 你那个梦中情人 白河嘛 白河 嗯 哎呦 银香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你臭美 哈哈 嘿嘿嘿 银香 你在想什么 铁山 我又去了一趟那个荒废的宅子 我去那儿打听了一下 你去打听那个神秘女子白河啊 你就这么念念不忘她呀 我是去那宅子附近街坊打听 那里啊本来住了一户王姓的人家 十五年前就被朝廷给查封了 哦 你为什么会认定我是去打听你的梦中情人的呢 哎呦 你误会了 她哪里是我什么梦中情人 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她 你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人家的手说悄悄话 你骗谁啊 我 我有吗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 别想赖 那 那一定是不小心的 那 那你为什么没有不小心地拉我的手呢 还是 你每次拉我的手的时候 都是不小心的 我 我都是很小心的 那 我长得也那么丑 那么可怕吗 您这点小事都说不清楚 庞大人 你怎么派案呢 反 反正我跟她只是萍水相逢 毫无瓜葛就是了 言归正传吧 那个宅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被查封的原因呢 还要从屋主王天敏的职位说起 巧得是 她跟郑宽一样也是一名御医 御医 那她人呢 有人说呢她畏罪自禁了 也有人说她携带着妻女 逃到大漠躲起来了 自禁了 怎么潜逃啊 不通啊 那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人发现他们的尸体 那她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被问的人打得未权不肯多说 罪到现在不等而知 不过 我在那个宅子的庭院里发现了一件事 我发现有人在那儿烧明纸 这就说明那里一定有人死 会不会是他们的亲人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娘和燕青呢 我问过了 他们说要去请郑宽去 太师傅给董姑娘看病 糟了 这下麻烦大了 郑宽 你想介绍的人居然是郑宽 是啊 太师爷 这个郑大夫真是个名医啊 你看像太师爷这么高高在上的人 都知道她的名字 那您闺女的病要是让她看了 一定马上就好了 她就在门外候着呢 我正就给您叫她去 站住 要我同意那小子接近御丰 想得便想 哎呦 您这是为什么呀 您 新姨 难道您不懂得查验观色吗 不要说了 趁老夫还没发怒之前 你们赶紧离开 关于御凤的病 不用你们操心 冬隐一定不会轻易让我见到郁后 快样子 我得画被动为主动才行 正眼 干什么 闪开 我要见你们的小姐 不能去啊 快 不能去啊 快关门啊 不能让她进去啊 快关门啊 不能进去啊 快关门啊 闪开 我要见你们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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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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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平老爷 郑大夫不顾兰阻 硬闯你咱们府里来 什么 闪去 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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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啰嗦什么 快瞧瞧这个 站住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快见你们这小姐 这人太热心了 为了给人治病 连命都不要了 正宽 老太师傅当成什么了 有得你横称执着 正爷 正爷 太师爷 我行医多年 累积了很多治病的经验 裕凤的病不能再耽搁了 无论如何 请你把过去的恩恩怨怨 都抛在一边 就让我替他治吧 你休想 裕凤的病 原本已经受到控制 这是因为你的出现 才使他救急复发 我不明白 你是来治病的 还是来害他的命 我当然是来给他治病的 十五年来 我对他的关心 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 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关心 说穿了 你这次来就是来害他的 马上给我滚 太师 滚 太师 有话好好说 您何必生这么大胆气啊 让我闲事 快来给我轰出去 来哪 轰出去 走 谁也别人来着我 我今天一定要见他御凤 别打呀 别打呀 别来着我 我今天一定要见你们家小姐 出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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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翠 出了什么事啊 夫理来了一位大夫 坚持要给小姐看病 但是老爷说什么也不肯 我还听老爷叫他正宽 正宽 坤哥来了 他不走 就给我死里打 太师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你放手 放手 不能去 我还是谢太爷的娘了 天哪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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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只是想听御凤姑娘看个病 您这是何必呢 要你多事 再啰嗦 我連你一块打 你 你 郑宽 你还不赶紧走 要不然出人命了 我不走 不然我见到御夫 我哪儿也不去 好 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打 不要啊 不要再打了 爹 宽哥 御夫 宽哥 御夫 我只能见到你了 御夫 你这是干什么 御夫 御夫 宽哥 爹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跟宽哥呢 宽哥 爹 把他通走 再不听话就打断他的腿 宽哥 听见没有 宽哥 走 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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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他 爹 绕大人到 爹 爹 stigma 哎 铁商 铁商 你来得太好了 这老家伙他疯了他 我 慶怡 别说话 叫我铁商处理吧 小姐 唐大人带着一帮人到这来 什么意思啊 下官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 怕太师因为一时冲动 住下大错 如有冒犯上请太师见谅 方布头 在 立刻将郑宽带回衙门 等候调查 是 带走 走 走 宇峰 宽哥 小姐 宽峰 宽哥 你们不能带她走啊 你们不要带她走 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的 哎呀 玉凤姑娘 现在你爹正在气头上 你这是何必呢 眼前还是保命要紧呢 是啊 先带下去 走 宽哥 宇峰 宽哥 快把小姐带回去 是 是 就是嘛 你身子鼓落 赶紧回屋歇着去吧 以后想见面还不容易吗 随时就安排了 走吧 小姐 娘 年轻 你们先回去吧 哦 太师爷 我有些事情想请教 不知道是否方便 我旁听一下嘛 哎呀 我求求你别旁听了 怎么了 你别看铁生那张脸嘛 指向点赶紧走吧 哎呀 这简直是噩梦啊 事隔这么多年 他为什么还阴魂不散 为什么对玉凤纠缠不休呢 嗯 太师爷年高得少 按理说 不应该对一个后生晚辈动这么大的干火 除非 您跟郑宽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是谁啊 为什么敢这么问花啊 小女子赵凌香 家父是当今圣上万岁爷 哦 原来是公主殿下驾灵 恕老夫眼拙 哎 太师 快别多礼 再怎么说 您都算是长辈 杭大人官卑言轻 有些事情想管也管不动 凌香只好阅祖带袍 替他发问了 哦 眼中了 眼中了 方才太师爷对郑宽动用私刑 站在官府的立场 可说是语法不容 可否请太师爷说明一下 您这么痛恨郑宽 究竟是所谓何因呢 哦 其实我对郑宽 并没有什么仇恨 我只是 不想让他接近玉凤 如此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此人心术不正 并非善类 我做父亲的 要保护自己的女儿 难道我错了吗 这个郑宽和董府 到底有什么渊源 没有但是它怎么知道 这僧鬼是谁要给人家 快跑 救命啊 救命啊 跟我打 你要干什么 我本来只想抢现银子花花 没想到你长得挺标致的 我看就把你抓回去当压寨夫人好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叫 叫也没有用 在这个荒山野岭谁会来救你啊 救命啊 放开我 救命啊 住手 干什么 姑娘快跑 快走 快走 你怎么了 受伤了 好像是 你受伤了 你了 那女人 叫什么 另一面 我都想要 但是我帮你来 你走 Consejer 我看了很多医生 都治不好她的病 所以我就上山来 到庙里替她祈福 没想到 姑娘 让我来试试 我想不管是什么病 我总会有办法的 真的吗 正宽救回了御方 亲自为她疗伤 相寻之下 得知御凤应我久病不遇 才上山求神的 于是 她就自告奋勇 为我诊治 我治好董太师的病 就这样 因缘弃会的 成了她父女两个的救命恩人 那这么说 董太师对你 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啊 怎么反而他就 你别着急 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好好好 你说 治好了董太师的病 她捡回了一条命 当然了 她对我也领域有加 我和御凤呢 因为这次机遇 我们慢慢就产生了感情 你们就这样相爱了 我帝董太师治病的消息 传到了宫里 当时的皇上颇为助业 当然了 也是太师的推荐 我才有机会 进到宫里成了御医 作为一个行医的人来说 这是多么光明的事啊 那 那后来呢 后来 我帝董太师的病 好 此书乃是老夫费了一番功夫 才偷偷地在宫里头 获得的一本禁书 你倒是说呀 后来到底怎么样啊 后来我就看清了董太师的真面目 虽然我 救了御凤的命 治好了他的病 可是他压根从心里就看不起我 他也不要我跟御凤的感情 有什么结果 他对我施压 逼着我辞去了御医的职务 而且还帮我拯救我 赶出了京城 太不像话了这是 我 我太激动了 郑宽因为太师的宝举而做了御医 想必前程伺经 何以日后会反目成仇呢 难道只是因为你反对他 与玉凤姑娘相恋吗 我原本以为郑宽是一个务实稳健的青年 谁知他好高远 一心想当太医署的主事 他这样力求表现适得其反 自毁前途 害得我这样一个宝举他的人 也面也丢尽了 难道郑宽在做御医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 有没有具体的事证 这个宫里的事老夫就不便过于渲染 何况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老爷不好了 小姐她出事了 玉凤 玉凤 老爷 小姐想自杀 结果被我发现了 玉凤啊 你 你为什么想不开呢 爹 我没有办法 爹 我没有办法办绝对郑公子的思念之情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你对他的成绩 öglich了 在哪里 游戏 你怎么可以 吃什么 你放心吧 你给预奉的事我管定了 回头我说服董太师 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放心 这事我管到底了 你先回去吧 那就谢谢夫人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告辞了 请便请便 心仪啊 你真不等铁生回来 就把她放走了 哎呀 该问的都问清楚了 她又没犯法 怎么着 你非得把她抓起来啊 凭什么呀 这爱情的力量简直太大了 真能够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那是因为你没爱过 你不懂 你就想拿我来说吧 铁生他爹死了 跟我阴阳两格 可是我对他的思念 不就是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吗 看什么 怀疑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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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不过好奇而已 不过 您打算怎么帮助这对 恐命鸳鸯呢 他们俩又不是阴阳两格 俩活着的人 想见面还不容易吗 可是 要说服董太师那个老顽固 也不容易啊 那就跳过他了 正快与玉凤相爱却不能结合 数年的痛苦折磨可想而知了 他们的遭遇实在叫人同情 铁生 咱们帮忙他们吧 怎么帮啊 清官难断家务事 何况我认为董太师所言 有所隐瞒 他并没有把跟郑宽之间的恩怨说清楚 你想知道 郑宽当玉医的时候 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没错 被玉医医治的人 不外是王公贵族 所以我认为若要追术 那也不困难 你们客气一点 客气一点行不行啊 搞我这么多一点 都怪你 叫你别下大柱 你骗我 这下谁说光了 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呢 你这 这 这 糟老头你 对不起啊 来 郑爷 您总算回来了 您都看到了 厅里面 等候您看诊的人可真不少 我现在没心情 让他们都回去吧 郑爷 还有什么事 今天其他的患者都好解决 不过来了两个人不好对付 谁啊 他们 上次不是给他们钱 让他们走了吗 依小子看 他们是食嘴之味 贪得无厌 我现在连应付董太师 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管这些闲事 就交给你全权处理 不必来问我 是 小了告退 是 小子 大的 牛羊 我 不得了 那么跑 sorcer 牛羊 你 冬爷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准时赴约的 不用问 给你们的钱又输光了 你们还真把郑爷这儿当金山银海 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呢 是谁当时答应 拿了钱走人 永远消失的 冬爷 这些年我们夫妻俩全靠与郑爷配合 才有好日子过 这装病 装可怜 可也算得上是一种技能 不是吗 你们最好适可而止 惹毛了我 没有好处 这说了半天 你是不肯给钱咯 要钱没有 我来是向你们提出最后警告 赶快离开竹山县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 否则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慢着啊 你 是 这套俗称 仙人摘豆的戏法 只要可耐心地学习 任谁都会 东爷 东爷 您想 我要是把这项秘密给公开了 正爷在竹山县还能立足吗 天知道 我要是能像正爷那样 能言善道 也可以成神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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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憎 будет 啊 啊 天太爷 人民的保姆吗 你这是什么话 你是人民的保姆 我是你的保姆 那我就是人民的保姆的保姆 你有什么决定我不能替你做 娘 馨姨 铁车是有些话想向正宽当面求证 这件事我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就是那个董太师不对 他不应该过河拆桥 活生生地拆散人家一对恋人吗 娘 你会不会太善变了 我记得董太师刚来咱们竹山的时候 你还老要我去奉承他拍他的马屁 怎么这会儿把他说得这么不堪 这不是善变了 我这叫不畏强权 以前我进入他是个国之大佬 该有的礼数不能少 可是经过正宽这件事 我也发现了他不近人情的一面 我要是不帮助弱者出头 那也太是非不分了 那你要帮人的话也应该量力而为 否则弄巧成拙了 哎呀 你别说 怎么了 又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了 没有啊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娘 那我可拜托你了 别再乱出什么馊主意 给我惹麻烦咯 知道了 大人 下面来报 成交发现一具女尸 是 叶青 你去看看 啊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哎呀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哎 这就是几天以前 在客栈里 让正宽医治好了 常年顾及的那位老者的老伴啊 啊 哎 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真巧 嗯 刚才还在街上看见他们呢 你们俩说的是谁啊 铁生 您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离开太师傅的时候 在一间赌坊门前 遇到了那对老夫妇 原来是他 啊 破案了 破案了 啊 破案了 哎呀 你没听刚才凝香说吗 死者刚刚离开赌坊不久啊 那不用查也很明白啊 他肯定是在赌坊里 跟人产生了金钱纠纷 才遭人暗算陈师在此啊 方捕头 啊 即刻带我到赌坊拿人 哎 慢着慢着慢着 啊 娘 干嘛啊 你别这样 办案的人是我 你别在这儿瞎起哄自作聪明 我求求你了 干嘛啊 我是你娘啊 哎去 你还怕我抢你的功啊 我的聪明不就是你的智慧吗 别再输了 我不说了 古座来了 古座来了 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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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喜鹊 不想跟着站远点 别防让专家做事 嗯 大爷 阿翔麻烦你了 尽快给我一个结果吧 你放心吧 由我们在保证凶手无所遁形 小爹爹 不用了 好 死者明显是被勒死的 被勒死的 哎 可是遭勒弊之人 应该有舌头外露 脱缸等现象才对啊 他并非被勒致死 您看他颈部 隐约有一条蚕丝般的勒痕 这样的勒痕 足以切断血脉 造成死亡 看来凶手是早有预谋 用的是特殊杀人工具 雄起找到了 我看看 没错 应该是他 这是西域的天蚕丝 虽然很细 但是非常坚韧 足以拉拌脖子 置人于死地 大人 在死者手里找到的 他袖子里面 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尼青 你帮我试试看 那药里面是什么肠子 阿翔 我看还是你来吧 你这当失业的怎么那么不计业 少爹一点 好好好 我来就我来 你分明出来没有 等会 别紧 你怎么了 是苦的还是辣的 是臭的 这分明是牛粪捏的吗 怎么能这么整人 太不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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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妇女会变戏法 戏法变过了头 就惹来杀身之祸了 有什么呢 欣怡 你大点声 吓我一跳 欣怡 铁绅是故意不让你参与 才把这些窗都关着的 你这样在外面偷听 不太好吧 哎呀 县里出了命案了 我不关心一下哪儿成啊 铁绅这么年轻 我怕他万一思虑不周 到时候破不了案闹笑话 是不是啊 欣怡 你也应该对铁绅有信心嘛 况且我觉得铁绅说的话也没错 他说什么了 他说啊 他说只要是不该插手的这个人不插手 他就有把握在短期内破案 有见地 不过这个不该插手的人是谁呢 好啊 你们两个转动一气 嫌弃我 排挤我是不是 欣怡 我们哪敢嫌弃你这位人民保姆的保姆啊 不过说真的呢 你应该试着让铁绅放手去做 处处都为他着想 可能会妨碍他进步哦 你说的也对 他不能总是在我的翅膀底下呀 这样会影响他成长的 算了 算了 这点小命案我也懒得管了 我还得赶着做煤去呢 做什么煤啊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